出埃及记二十章 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质恨的上帝 绝不容忍你爱慕其他神明 凡拒绝我的,我会把父母的罪算在他们的儿女身上 全家都要受牵连,甚至到三、四代 但爱我又遵行我命令的 我会向他们倾注永远的慈爱,直到千代 你不可濫用上主你上帝的名 你若濫用上主的名,上主必不免除你的罪责 要记得守安息日,把他奉为圣日 你每周有六天做平常的工作 但第七天是安息日,你必须休息 那天是献给上主你的上帝 那天你家中,所有人都不可做任何的工作 包括你和你的儿女、伏皮、生畜 连同住在你中间的外来人都要遵守 因为上主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海 和其中的一切,第七天却休息了 伏皮、牛颅或任何属于邻居的东西 民众听见雷鸣和响亮的号角声 看见闪电和山上霧烟 都恐惧战惊,远远地站着 他们对摩西说 请你跟我们说话吧 我们一定留心听 不要让上帝直接对我们说话 不然我们就没命了 摩西就对他们说 不要怕,上帝怎样降临是要考验你们 使你们敬畏他,免得你们犯罪 民众远远地站着 摩西却走近上帝所在的黑云中 上主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民这样说 你们已经亲眼看见我从天上跟你们说话 记住 不可制造任何金杖或银杖来与我相比 你要用泥土为我建造祭坛 并要给我献祭 就是你的凡祭和平安祭 绵羊、山羊和牛 你要再纪念我明治的地方建造我的祭坛 而我要到哪里赐福给你 你如果用石头建造我的祭坛 就只能用天然未作过的石头 那些石头不可用工具雕作 不然会使祭坛不合神圣体同 你上我的祭坛时不可爬阶梯 否则别人在你衣服下方时 可能会抬头看见你露出的下体 你 besoin绍兵力 绍兵力 绍兵力 请兵力 脖滚 我据你 感谢观看